其實當初你為何會認識到設計情報中心 最後你會選擇設計情報中心的原因是甚麼呢 其實一開始計劃裝修 我都差不多用了一年的時間去搜集資料 因為我自己都是一個謹慎的人 其實都真的會怕難尾 我在Facebook 看到你們的專業 發現你們的人力和實力都非常之強大 而且還在上市公司 給了很大的信心給我 另外我看到不少適合我心水的單位照片 3D圖片和客滿的影片 給了很大的參考價值給我 所以我最後就選擇了你們去幫我裝修這間屋 其實單位每個部分和整個裝修過程我都很滿意 不過最令我驚喜的就是你們的跟進服務 因為我每次提出甚麼問題 你們都會立即幫我跟進到 就不會說交了樓之後就甚麼都不管 而且整個裝修過程我都感覺到你們是多麼全面 以及你們的一條龍服務是非常之全面 以及可以令我煩少了很多東西 所以如果日後真的有朋友需要裝修的話 我都會推薦設計情報中心 今天要介紹的是位於觀塘樂園的一個單位 上面積約430呎 間隔為兩房兩廳 由於護主鍾情於音樂 希望單位可以加入音樂的設計元素 到底設計師怎樣發揮創意 去打造護主的Dream House 等待我們一齊看看 HELLO 你在做甚麼 HELLO 因為最近我打算作曲 聽設計師說這個單位 加入了不同的音樂元素 所以我在找靈感而已 不過話是話 一進到單位就看到這部鋼琴 以及曲尺組合櫃的設計 嗯 講起鋼琴其實也是今次的設計重點 因為它都佔了客飯廳不少空間 加上客飯廳的面積不大 所以設計師都落足功夫去計劃怎樣善用空間 嗯 所以設計師就在做了組合位 令整個設計更加一致 而且又可以提升收納量 我留意到上門部分都做了磨砂玻璃的設計 這樣就可以更加容易找到物件在哪裏 其實在單門的位置都已經可以看到深思位 單門用上格子的設計 呼應單位其他門的設計 而入到單位的左手邊就做了圓關櫃 方便擺鞋、銀包和鑰匙 而右手邊又有一面全身鏡 給護主整理而用 就夠貼心了 旁邊這張書桌又有層格又有存物櫃 可以配合到日常的工作需要 一會我就可以在這裏創作了 雖然第一個靈感我已經找到了 但不知道其他音樂元素又在哪裏 嗯 你看看電視背床那邊 我看到這個淺木式的維新 由三行和兩行的調子組成 就好像五線譜一樣 這個飾物櫃仲是三角琴的造型 完全體現到設計師的心思 沒錯 設計師在這個電視櫃都下了功夫 這個電視櫃除了有儲物位之外 其實還收了兩張活動桌 平時可以拉出來打火鍋或者做事都可以 如果平時不用的時候又可以收回 非常之省位和實用 嗯 嗯 參觀完你的客飯廳之後 我想到下一個音是什麼 B sharp beautiful and sharp 嗯 那我帶你看J flat 真的 好啊 那你和設計師的相處其實是怎樣的 其實和設計師合作的過程都很愉快 他經驗不單止豐富 而且還對大小的事情都非常上心 就好像我們提出的要求 我都是想把音樂的元素再加入在設計當中 到後期我自己都不太記得了 但是他就非常上心 他就發揮將創意 將音樂的元素的設計 加入在不同的位置設計當中 難道你說的J flat就是指這個日式塗門 這個日式塗門 除了可以帶出Japanese style之外 其實他的磨砂玻璃設計 又可以保持C引導 同時又可以將窗外的自然光 引入到下飯廳 嗯 沒錯 這次的設計其中一個要求 我就可以有足夠的儲物空間 而塗門正正可以配合房間的儲物地台設計 打開日式塗門之後 見到設計師在這間房間的床頭板 牆身和窗簾都加入了紫色的設計元素 床頭板和牆身的設計 令人聯想到旋轉木馬 增添一份銅吹 而旁邊還做了私形的倒頂儲物櫃 方便收納衣物之外 還可以擺放常用的物件在中空位置 這間房同樣加入了紫色的設計元素 不過在這裡就做了一個L型的組合櫃 連書桌的設計 再加上吊櫃底的放光效果 這樣就可以營造到一個舒服的工作環境 就算了 我想問一下 裝修期間你有沒有上單位看過 還有覺得師傅的態度是怎樣呢 裝修期間其實我每個星期都會上來一次跟進度 而當時我都會看到有師傅在做事 他們態度都很好 其實都不會令單位瘋漲氣 還有我真的看到周圍都很奇怪 由於廚房的布局成L型 所以設計師根據戶主的動線 在兩側都做了上下的廚櫃 無論是拿東西還是收納都夠方便 好看 另一個深思位就是設計師把木層板的位置做了左右擋開的設計 就算放到好入的物件都可以輕易拿到 而這個位置最有特色的就是 長身是由西班牙設計師所設計的花磚砌製成 而且不同模型和顏色選用淺色系 配襯到黑白簡約設計外 又可以做點綴的效果 浴室的簡約設計其實暗藏小細節 浴室長身是用上意大利設計師所設計的深灰色花磚 帶出異國風情之外 其實米色磚都有雕刻的圖案 令到整體的設計一點都不單調 我想問一下裝修之後 其實你對整個單位哪個部分最滿意呢 還有日後會不會推薦設計情報中心給親朋好友 其實單位每個部分和整個裝修過程我都很滿意 不過最令我驚喜的就是你們的跟進服務 因為我每次提出什麼問題你們都會立即幫我跟進到 就不會說交了樓之後就什麼都不理 而且整個裝修過程我都感覺到你們是多麼全面 和你們的一條龍服務是非常之全面 和可以令我煩少了很多東西 所以如果日後真的有朋友需要裝修的話 我都會推薦設計情報中心的 如果想了解更多 歡迎瀏覽DIC的網站 網站上面除了有千個真實效果滿意個案 和近二千個有價目的參考個案 不斷持續更新之外 還有大量真實設計和3D效果圖 而每個個案在網頁底部都有單位價目參考 DIC的每項工程步驟都必須嚴格遵循 三大國際ISO指引 當中包括質量管理體系 環境管理體系 和職業健康及安全管理體系 設計情報中心是註冊小型工程成建商 進至工程有限公司 持牌進行相關的裝修和小型工程 而且DIC還推出了自家會員計劃Dpoints 提供一個全新優惠平台給客人使用 只要登記成為會員 無論日後是自己裝修 還是推薦親友選用DIC 都可以輕鬆賺取Dpoints積分 凡是DIC的舊客戶 成功推薦親友開單 並且在發票上面 著名推薦人的姓名和Dpoints會員號碼 在裝修完成後 推薦人最高更可獲得 雙倍Dpoints積分 只要成功登記成為Dpoints會員 只要成功登記成為Dpoints會員 而且推薦親友開單 並且在發票上著名推薦人的姓名和Dpoints會員編號 在裝修完成後 推薦人都可以獲得Dpoints積分 客人可以透過Dpoints內的積分 叛領各式各樣的禮品和服務 現在就立即成為我們Dpoints會員 一起贊取無限獎賞 想知道我們的工程限額滿了沒有? 那就要看看設計情報中心的DIC開單及工程統計圖表 設計情報中心還有自家設計師和裝修團隊 並不是平台式經營 無可以準時和高質素的服務 令客人對我們有更大的信心 設計情報中心為客戶著緊每一個步驟 確保工程質量 每一個部門進行的每一個步驟 都必須遵從我們的公司管理文化 以及嚴格按照國際標準ISO的指引 由於設計需時 為了確保工程的質素不受影響 所以設計情報中心不會攬住工程 因此設有接單量的上限 每一位來到門市和設計師會面的客人 都可以由DIC開單及工程統計圖表當中 看到工程的統計圖表和分佈地圖 客戶可以了解到設計情報中心 現在有多少單在負責的工程 所有的資料都是實時更新 顯示現有工程和上限的比例 只要一達到工程上限 設計情報中心就不會再接受新的工程 確保我們的團隊能夠以最高的水準 去做好每一單工作 正正是因為我們有這麼高水準的管理 以及堅拒攬接工程的服務精神 所以我們才可以成為眾多客戶喜愛的室內設計 設計情報中心引入了最新技術 In-Ray Machine 融合了AR和VR的科技 輕鬆地令大家可以更換室內環境內的 裝修素材和顏色 不需要等收樓 設計師亦不需要再上單位度尺 更加不需要再花長時間等設計圖 VOLA 來到DIC 和設計師初次會面 不用下訂 不用等收樓 不用上單位度尺 只要透過In-Ray Machine 單位間隔和傢俬擺位都一目了然 還大大減低溝通上的誤會 In-Ray Machine 引入3D VR技術引擎 配合AI智能設計系統 有多種風格和裝修物料以供選擇 無論是牆子、油漆、地面、天花板都可以一鍵轉換 即時感受多種設計風格 就算有選擇困難都沒有有拍 而且可以360度無視覺視察單位間隔 調整視線距離 就像親臨其境一樣 漫游單位有一種更真實的視覺體驗 如果想看到更詳細的單位和傢俬設計 又想拜登一步體驗全港首推的In-Ray Machine 3D單位設計 就要來設計情報中心找我們的設計師談談 DIC In-Ray Machine 用想像見未來 快點來設計情報中心優先體驗吧 MX 완료 MX